運動是人維持身體健康最重要的方式 尤其是中部的緊張需要的運動 第三點公訴 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宿 來進出100萬的經費 在中央社區是在儘管健身骨頭部 比請搖車高輪為頂來的社區志工來上課 教員如何來使用這些健身器材 未來應用在關懷疑點的庫定 健身運動在現代已經變成一項流行 由專業的高輪、改善、改善動作 將進行的使用方式 帶給各社區的志工 未來就可以應用在關懷疑點的庫定 這就是第三點中央社區的 營化健身骨頭部 那會選在我們中央社區 是因為我們這邊長者的比例比較多 所以我們選在這邊 那雖然點設在這邊 可是我們是全正的65歲以上的長者 都歡迎來使用 因為我們今天進駐了六台機器、六台設備這樣子 那我們邀請到廠商的教練 來指導我們的總子教師 如何正確的指導長輩使用這些健身器材 然後請他們回去推廣 那他們覺得可行、有興趣 對長輩也有幫助的話呢 我們希望他能把這個計畫也推廣到全正的社區去 很高興能過來中央社區這邊看到這樣子的機器的設置 長輩用過這些器材之後 對於基礎症的狀況 他們都明顯的有改善到 我覺得這非常值得大家來 好好的參與、好好的利用 隨著年會很重 老大人的體力以及身體機靈都會很常來流失 因此在屋樓部就將對中央來四個輕腳的更新動作 希望在中央的體驗之後 就可以分享給各位多人知道更新的好處 我們很感謝我們中央部費補助我們一百萬的相關設備器材的費用 讓我們的長輩除了動動手之外 能夠自有機械的一個輔助 來能夠增加自己的機耐力 總共有十個社區都可以輪流到那邊來做這樣的一個訓練跟教育 大家都很喜歡的話 我們能夠慢慢的推廣到各個社區 讓這個成果能夠擴散下來 有些健康器材之後 讓老人運動更好 當然要感謝中央對這裡的教育 希望這個活動動手之外 讓我們地方大家心裡更健康 這次第三點公司總共享微信好利波 顧問健康宿金出一百萬的金費 並提起中央來這裡使用器材是完全不必輸費 因此歡迎專店的老大人 做回來到中央社區運動 活出健康快樂的人心 記得請問我請問我多多